我们讲两件显客 产品游泳酱茶 这个是老百姓常说的 现在好像又多了一些新的杂料 也没关系 虽然实在发展 但是主要的这些 经典应该是经典 人体需要的 就大概如此 那么先说柴 它是一个燃料 一个开始 那么现在一说城市里 好像提到这个都没什么概念 那柴做出来的 这个饭就是好吃 你看农家乐 去体验一下 这个天然的东西 它永远比现在的 什么天然气也好 煤气也好 也还不够 那个味道总是差一点 抽烟的人最清楚 你用火柴的时候 你抽出来第一口味道就不一样 其实整个都不一样 当然前面火柴还有磷 如果你能用木炭 这个纯的木头更好 那 那就是真的是自然 所以它这个人体啊 跟你人工做出来的 提炼出来的东西都是不一样 那么米大家都吃 北方人现在吃的也多了 但是北方人有的时候还是想面 其实这个米也概括了面 值得五穀 其中的这个一个代表 那西北有的还吃高粱 那面呢它就有很多花样了 那最简单的你可以做成 这个馒头或者是大饼 那就不一样 那北方像东北 产的大米更好 因为它那一方水土 就自然长出来的东西 我们总是说自然 又便宜又好吃又健康 它一年一熟 所以经过自然界的洗礼啊 这种经得起沉淀的 风霜雨雪之后呢 这个才更好 那么 柴米油 这个油啊 现在一提起来 我的头晕跟范围 从小吃油腻肉啊 太多了 包括调料也是各种的 过渡 这个 古代 其实不炒菜之前啊 都是用清水白煮 最多放点盐 调料也蛮少 但是味道就很好 怎么搞的 它这个人用心呢 做出来的东西 这个人尤其你性格又好 又用心 这个真的不一样 那有些人就体验不到 这么敏感 那么说 现在 出来各种油 菜籽油啊 什么植物油啊 很多提炼的 西方这个酸辣油也来 以前 还真不怎么油腻 因为过年过节才吃一顿肉 很少吃那个 大多数 都吃这个 真是穷的地方 现在也有 那就是 这个主食 大米 加点 咸菜 就这样吃 也吃得很好 也习惯 摄地也就不缺什么 你看这个主食啊 它永远是主食 现在人老是强调这种 山山海味 什么没吃过的 你这个 全都加一起 包括 蔬菜水果 你还 不要超过这个 百分之五十 大概是这么一个比方 那才叫主食 那些都是副食品 你有了这个主的之后 你身体自然去 去分解 炼化 需要的东西都有 所以说 天天吃 那身体还 照样健康 白菜 炖豆腐 就简单的菜 就一点 反而长寿 那就如此 那它这个东西 它能黏住很多 副食品 才帮助你一起去 消化的更快 没有这个 光吃那些 是不行的 光好吃 有什么用 酱 这个东西 又便宜 又容易存放 吃起来味道也不错 它醋呢 其实很多人 现在不太讲究 这个多吃点也好 相对 可以 查往下